民眾黨臺中市黨部 今天上午在臉書張貼公告出兵 也就是號叫小草們週日 搭遊覽車北上申源 這表單上證明活動 收取五百元的保證金 承諾會在搭車時返還 網紅四長網看到立刻截圖大酸 民眾黨動員難不成不演了嗎 民眾黨臺中市黨部發出出兵令 要在八號早上集結小草 來北上申源課文哲主席 不過出兵令三個字 很快就改成了集結 出兵破文一出 還沒來得及改成溫和的集結兩個字 就馬上被網紅四叉貓截圖 酸說小草不是最愛說 他們不搭遊覽車來支持 怎麼這一回出動免費遊覽車 民眾黨還要大家先匯款 五百元押金 整個不演了嗎 上次要付押金還滿奇怪的吧 我覺得聲援是可以 但是就是要在一定的範圍內 畢竟他還是一個被告的身份 不要忘記了 我們現在沒有在選舉 沒有動員上的問題 民眾黨台中市黨部主委 將核數出面澄清 要繳五百元 是怕沒有要去的亂報名 至於報了名缺席的押金 會直接捐給黨部 還會給收據 強調這次動員沒有便當 其實這個是由我們台中市黨部發起 當然就由我們台中市黨部 來概括承受 這個錢當然我身為主委 我們自己都要來想辦法 找一些募款者來幫忙 我相信去到車上 大家幫忙一下 其實這個都綽綽有餘啦 民眾黨號召小草 士氣激昂 黨部透露短短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超過十台遊覽車的報名人數 還怕到時租不到車 五號深夜接近十一點 一名男子小跑步跑到高雄市民進黨部前 拿出預先準備好的雞蛋 對著黨部狂砸 一連丟了四顆雞蛋 黨工一早來發現黨部一片狼藉 就先初步清理 好在雞蛋全砸在了棋樓底下 還沒發臭 民進黨黨部遭到誕喜 警方已經鎖定涉案人 正在追查要釐清動機 並且依法鬆辦 記者高麗江至南 台中報導